战斗逼美遗骨的趁金刺能否被幽人说动 加入营救五条无行动呢 刚才非要不得说 这就给看客老爷们书记上级 那根据天元大人的线索 幽人和浮黑找到了三年级趁金刺的位置 没想到啊 这趁金刺在与宗树高层闹翻离开宗树高砖之后 竟搞起地下黑寺拳击赌场来了 那叫一个捞得风生水起啊 那幽人和浮黑为了避免宗树高砖身份暴露 引起趁金刺不必要的误会 决定乔装打扮混进拳击赌场好寻找机会与他接触 经验老道的浮黑对外假借他人之口得到了这个赌场的存在 翔装为财所破想要打黑拳 骗取赌场门尉的信任 而这话一出却触及赌场的进去 想要进入者都不得谈论关于赌场的相关事业 那尽管浮黑将理由说的是多么的严丝和缝 没有漏洞 但警示的门尉还是决定由他作为代为转告的中间人 浮黑诱人的去留 全凭电话后头的老板决定 而在一通电话过后得到的指示则是 只有幽人可以作为全手留下他黑一拳 浮黑表面上装得愤愤不平 可实际却非常满意事情的走向啊 让他就有时间在拳赛外围搜索情报 等到合适的时机 他就可以跟幽人理应外合 争取说服趁金次加入这个营救五条物的行动 那敲定座在计划之后呢 二人也不莫及 当即兵分两路行动起来 在被战时的幽人顺理成章地成为 种子选手准备迎战之时 而他也从其他拳手口中得知 除了不得谈论赌场的相关式以外的第二个规则 那就是上擂台打圈的拳手 不能逃跑 战斗也不能使用术士 而这条规则呢 其实就是为了照顾非洲熟师的普通人类观战体验 毕竟花了钱 却因为没有咒理看不到擂台的精彩打透 没人会当这个约打透不选 可当幽人登上擂台时 却惊讶地发现 他这次的对手居然是熊猫胖达 遇到这一出 比赛一下子就变得有趣起来了 而他都直接在台上打起了假赛 看上去十分暴力的热波激战 其实双方都没有使出什么真的功夫 用的都是巧劲 感觉打是打得很 但死者根本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那通过接视器 趁将这精彩的假拳禁收眼底 看到出彩之处 他还有闲情跟旁人分享 而这个旁人也正式同位咒术高专 听学中的三年级学生 新奇罗罗 而台上的熊猫和幽人则是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已经引起目标的注意 他们借着交手的空机 不断交流着现在的情报 原来在业恶笑嗓背下之后呢 熊猫实际的线索 也摸索到了地下全场这里来 但因为双方都清楚对方的底细码 熊猫的突然到访意 是被趁所切备 正丑没有进展 只是幽人的出现 让熊猫看到了事情的转机 两人眼神交流会议 幽人顺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而熊猫演的这书戏 就是为了创造机会 让车与幽人有交流的机会 熊猫放大也是偷偷跑到外围 与浮黑回合 那与浮黑讲的近水落胎 深得越不同 机关胖大比他们来得早 却仍找不到 宇称好好谈谈的机会 他这段时间早就把这里给摸透了 也清楚趁俊竟在何处 可面对近在咫尺的监控室 胖大硬是没法靠近 仿佛有一种无限的力量 将他搁挡在外 约五条物的无下线 感觉有点像 而根据目前的这个情报来看 他们也不好判断 究竟是不是兴起罗罗 暗中都有术师在阻挠 而如今又要得到 与浮黑接触会谈的机会 可以说是现在一个僵局的转机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可胖大还是担心 仅凭优人的口才 想说动乘呢又不是一般的难 那与胖大忧虑的不一样 浮黑觉得优人能说服乘 加入的可能性很大 现在只怕是他俩没谈到重点 优人的身份先引不暴露 被提前的赶出了门外 或者趁着小弟突然打扰 中断了这次计划 错失了日式宝贵的机会 思索再三之后 胸包与浮黑二人就决定 在优人进入监控室余城交谈的这段时间 他俩要以最快的速度攻入 并控制外头的停车场 给优人创造良好的环境 不让外人有打扰的机会 那这个计划实施起来的难点 只有一个 就是如何摆平兴起罗罗 而其他的那些小罗罗 根本不足为惧 那鉴于这次行动 是为劝缩乘而来 如果因为身份败露 引起对方的强烈反感 浮黑与熊猫也是有做好 失败放弃的打算 但是呢 一般都是说怕什么来什么 当浮黑他俩按照计划 接近这个监控室 却意外给女招大佬 兴起罗罗碰了个字倒 而这个造名下来 兴起罗罗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优人跟浮黑还有什么猫 都是一样是高专的人 正当他要掏出手机 合逞通风报信之时 浮黑就已经指挥着 世神狼人朝他扑去 在狼人的力气 即将触碰到兴起罗罗的 那一刻神奇的事情 发生了 狼人被不自明的力量 反弹吸附回浮黑的身边 对着兴起罗罗 默念咒语 胖达浮黑和狼人头顶 立即冒出闪亮星标 完成这个操作之后 兴起罗罗赶紧拉开了 三人的距离 想要紧急地赶回城的身边 浮黑与熊猫见状 快速分散包围兴起罗罗 这是滑起的荧幕在线 那只怕浮黑被不自明力量 吸附到了狼人身边 现在这个事情有点难办了呀 他们不仅无法靠近兴起罗罗 浮黑也似乎与狼人无法分离 这奇怪的咒诅 着实让浮黑胖达 摸不清头脑啊 而监控室内 幼人顺利地见到了撑青寺 可刚见面 趁直接拿钱压优人 开出时薪一百万 让优人留下给自己打工 我去 刚自我愿意 言归正证 从侧和兴起罗罗的交谈动得知呢 二人逃离高专搞地下赌场 其中一个原因呢 便是被高专迂服的高层逼迫导致 在咒诅术室里 分为保守派与猩猩派 前侧喜欢传统的咒诅术室 后者更加喜欢创新的术室 那两者呢 因为术室理念 就导致他的矛盾不断 作为猩猩派 领头一样的 趁直接受不了迂服的高层 最终选择离开咒诅高专 所以此次 趁无认为浮黑与幽人 是要抓捕自己和兴起罗罗 眼瞅着洗脑不成功 趁直接神清之化 朝着幽人一顿输出 又是门口封锁 又是他们砸脑袋的 幽人可不乐意 于是对着撑的脑袋 来向我们的笔发 探子狼头锤 那另一边 浮黑与兴起罗罗的战斗呢 也是渐渐升温 但冷静的浮黑 还是如实告知了 兴起罗罗自己前来的目的 一进五条物被封的消息 可悲众术界排挤已久的 兴起罗罗 早就不信任众术高专 还是挺着一副 谁来谁来打的样子 浮黑战长只能舞斗 让兴起罗罗屈服 于是紧郎发动众术 脱兔 希望能够控制住兴起罗罗 浮黑优人两边战况不断升级 他们能否说服春京次 加入平定死灭回忧计划呢 一股珍惜 接下来又会有什么行动 且听刚才我是下回 分解